咱们继续来帮忙 前几天潮州市某示范学院体育系的三名在校生给我们打来了求助电话 说他们今年在暑假期间在深圳的一家公司打了三个月的暑期工 可是到现在都已经11月份了 他们的工资却一直被老板拖欠着 钱倒是没挣多少 倒是自己在深圳的生活水平比较高 把自己的生活费也踏进去了 讨说法 那公司就这样的说法 就给我们吃闭门根 他们暑假打工的这家公司叫做深圳市博德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是一家从事游泳培训的机构 公司地址设在深圳市福天区中心区雅宋居小区内 在深圳多个小区的游泳场所设有培训点 专门将小区居民学习游泳 学生们说由于他们本身是体育系的学生 在学校的时候学过游泳这门课程 听说暑假期间有这么好的实践和挣钱的机会 他们便心动了 一开始我们本着就是暑假出来 可以锻炼一下社会技能 还有我们可以赚一点生活费 来补贴一点家用 我们大部分的家庭都是不是很富裕的那种 打定主意之后 暑假期间他们便结伴来到这家公司 从事了三个月的游泳教练工作 公司也给他们签订了劳动合同 可是如今打完工都三个月过去了 公司却始终拖着他们的工资没发放 他所说的以放业绩提成发放日文 每个月的15号就是薪资发放 但是深圳的是没有的 到现在三个多月都没发 在欠发的话有9000多 现在他们两个人他是有6000多 还有4000多 目前的话学费还没有交集 了解完事情的大概经过之后 嘉宾律师龚生超表示 根据我国相关的法律规定 从事游泳教练这份工作 是需要相应资格证书的 作为在校生的他们 是否具有游泳教练的相应资格呢 我们是体育专业的学校的学生 然后主修是有学过游泳 但是去考的教练资格证是没有的 有社会实践证 没有游泳教练资格证 这家机构是如何雇佣他们的呢 这些只要我们过来了 他就分配学员给我们 这些内部的他们可能会自己搞定 其实我们这次来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要拿回我们的辛苦钱